台灣恐怕在韓戰的時候就已經沒有了 維持現狀,對它利益是最高的 一講起台灣,通常會令人聯想到當地的美食 但今年最令人關注的一定是總統大選 這屆大選被視為關乎兩岸關係的一次選舉 直接影響台灣未來 馬英九蔡英文以及宋楚瑜的政綱與意向截然不同 但政綱是否真的可以決定台灣的未來呢? 我現在身處在蔡英文的造勢馬妹 可以見到現在整個造勢馬妹的氣氛推到最高 民眾將她的未來對台灣的期望都交給她最心儀的候選人 而他們任何一人當選,台灣的未來是否會跟著他們走呢? 台灣新一代的年輕人對自己和台灣的未來又有甚麼看法和期望呢? 鄭登元是台灣土生土長的年輕人 平時在家會和爸爸討論政治議題 今次總統選舉亦不例外 對於今次選舉對台灣未來的影響 兩父子就有不同的看法 希望這次選舉有改變 對我們自己未來也許有比較多保障 不管是哪一個人能夠當選 我想這種狀況應該不會改變太大 在目前這種狀況之下 並不是台灣自己可以做決定 也不是說任何一個人可以去改變台灣的未來 很多是要全體的一個台灣人民共同來維持這種狀況 國際環境的一個情況 我想應該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重點 投票當日,我們跟著他去到投票站 看看他究竟會以甚麼因素來決定投給誰 之前執政者他對我們好像沒甚麼保障 失業率很高,薪水不多 他們對台灣的未來領導人又有甚麼期望呢? 能夠把未來帶得更好 一般學生嘛,畢業以後 要工作15年才買起一棟房子 希望他把房價壓低 讓一般的上班族能夠給買房子 失業率不會很高 薪水的話就是比較高薪跟低薪的差很多 好啊好啊 最終馬英九可以成功連任 那到底他能否決定台灣的未來呢? 而台灣的民眾又會怎樣想呢? 改變台灣的未來有很多方面 就是會看國際的也有關係 我覺得不管是任何候選人都沒有辦法 可以決定台灣的未來 但是台灣人自己決定 從表面來看 台灣的未來只是跟中國有關 但實際上是中國、美國 和台灣三方面的問題 沒有美國在台灣之間維持穩定 甚至說不好聽是干涉 台灣恐怕在韓戰的時候就已經沒有了 韓戰的時候 美國派出第七艦隊巡防台灣海峽 最終演變成現在海峽兩岸的局面 中國有沒有必要用武力統一是一回事? 而美國的第七艦隊政治 能不能夠維持現狀又是另一回事? 但美國是真心保護台灣 還是另有企圖呢? 第一艦隊有兩個目的 明的講是保護台灣 不能台灣被中共以法統 第二個台海中立化 培植一個政治力量上 比較傾向美國的人士 美國的外壓政策 它都是基於一個所謂的 National Interest 國家利益 因為這個地方關乎關係到 美國在西太平洋 在太平洋這邊的 所謂的控制權力 台灣如果被中共統一的話 那麼這個一萬多公里的海洋的權力的掌控 就不再是美國一國 那什麼樣是美國在這個地方的利益? 一定是台灣獨立嗎? 我不確定 假設為了要讓台灣獨立 而讓美國跟中國大陸之間 起了紛爭跟糾紛或是衝突 那我很明顯認為是 這不會符合美國的利益 我認為他最高的指導原則是 維持美國在這個地區裡面的領導地位 不被挑戰 不被取代 這才是他最高的利益 維持現狀 對他利益是最高的 美國長期加入台灣的問題 就是第七艦隊政治 根本就不是馬英九或者蔡英文上任 就可以改變得到 選舉已經結束了 無論是誰上任 政治仍然會繼續 因為台灣的未來 不只是獨立與否那麼簡單 諸學學院新聞系記者李永林報導